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国父S3的佣兵啊 看佣兵我还是蛮喜欢看的 因为我个人呢对于佣兵还是有非常多的理解的 就是比较深刻的理解 就比如说怎么吃震慑呀 怎么说比如说怎么上来秒倒啊 其实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这边的话遇到的是鱼女 调香油拆古董 这个局鱼女没有真胜面 说实话这个局鱼女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赢面 这个局要么平要么穷者多跑 鱼女就赢不了 真的你们信我 这局你只能看到就是穷者前期溜的好 然后古董商过来一顿爆锤 把这鱼女给打崩 只有这种局面 不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鱼女前期击倒的快 然后 然后当然如果前期击倒的快 佣兵这边吃水气加震慑 人就不下来的话 好像 是鱼女唯一的真胜面 就这个局鱼女打双倒他都赢不了 真的你们信我 这个局鱼女打双倒他都很难赢 也不能说一定赢不了 只能说他如果打双 有这刀抽刀抽的漂亮 他打双倒呢是个宝瓶真胜 但是这个真胜面可能只有10%或者20% 目前来看油拆虽然说前面吃了一个抽刀 但这边的一个走位是防住了余女这一波反包 身位已经拉开了 余女这边手里面虽然闪现好了 这想教闪现都教不了 油拆这边加速性往前拉 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 待会儿飞轮躲一刀进板子逼出闪现 没关系的 你看密码机嘛 对吧 这个密码机等到油拆挂上 拥兵的机子都开修完了 这个局你们只能看到古董商提着棍子来打鱼女 按着鱼女打 把这油拆保活 这个是阵容决定的 这个是阵容决定的 就鱼女她这把赢不了 很难赢 只有穷者出失误了 才有可能 好的 这一波救下来以后 下一波是古董商的一个节奏点 就这个古董商打好了 穷者四人开门战 古董商打得不好 三人开门战保平 因为鱼女是张狂 她不带底牌 她就没有真剩的面 这边的话 翻了一波给了个震慑 无所谓 无所谓差不多 佣兵的机子修完 她重新骑了一台 佣兵这个时候其实就 补古董商那一台 他们的机子怎么安排的有点奇怪 这里的话 调香师 我本来以为外面还会再骑一台的 那也行 调香师这边过来补佣兵的 可以 因为古董商能打架的 这边古董商不过来打一波吗 佣兵来救人 调香师这边机子能修 佣兵这边救下人来 然后古董商修完机子以后再来打 也行也行 只要能救下来 能救下来吗 水器 救下来了 救下来这边油差 我没记错 他手里还有个飞轮 收叉 飞轮 一刀 没关系 看着古董商 但古董商这边的机子没修完 一棍 佣兵 也摸不到 那好像不太能争一个 四人开门战了 古董商过去补机子 还是过来继续打 继续打 拖佣兵的自己 一波收叉 牵起来 这边的机子差多少呀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你看这边闪现都已经交了 鱼女就没有真身的可能性了 鱼女没有真身的可能性了 佣兵这边交自己了 这机子差的有点多 强行点 水器 这不好吧 这佣兵交自己的 啊 啊 这局怎么打的这么的 奇怪啊 这也能多抓 不是你们讲道理 你们听我分析的每一个点都是不错的 对吧 我相信讲道理的观众应该觉得我的分析是对的 这边的话 古董商过来把游民摸起来了 那也还行嘛 反正就是个平局了 对吧 但求者这里呢 嗯 在 有一些节奏点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就是当时 其实我觉得强生 他那台机子修完过来找到佣兵修也行 然后佣兵呢 去补这边古董商的机子 然后古董商过来救人 救完人以后直接打会不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也不一定啊 就是路人局嘛 可能也没有我们上帝视角那么好的一些那个统筹安排啊 所以说能打成这样子 反正这种平局了 对不对 你们也看到了 这鱼女 为什么我上来敢这么笃定的给大家讲这局鱼女赢不了 就是因为这套阵容这张地图 鱼女打起来真的没有赢面的 这鱼女拿出来比赛里面 真的就保平能保平 整个 整个队伍都放鞭炮庆祝 哇 这鱼女能保平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